首先呢在阿富汗现在的状况到底如何呢 他们那位带着47亿 满满现金搭上飞机的总统 落跑总统甘尼 现在他说他要回来了 我的天啊现在的时局这么乱 副总统都已经宣布他成为代理总统了 然后塔利班也目标要来掌权 现在到底状况是什么呢 现在甘尼说呢 他当时啊带着4.7亿逃亡呢 抱歉是47亿吗 抱歉看一下4.7亿逃亡 带了这么多的钱 他说呢这一切全部都是谎言 他说呢他不是自愿离开 他是被逼的被谁逼呢 他说都是官员建议他的 另外呢他说出自于人道的原因啊 所以他不得已才会逃到阿联去 但是现在呢 阿富汗自己国内的人怎么看他呢 对于这位落跑总统呢 这个国防部长直接就说了 他现在呢等于是甘尼拿了国家来做交易 所以认为他根本背叛了阿富汗 再加上落跑 他认为如果甘尼回来的话 要立刻直接逮捕 那么阿富汗呢先前就一直说 要保障女权 但是呢有一位女主播 他就直接告诉大家了 他要回电视台去上班 结果呢阿富汗的首位直接跟他说 你不用来了 现在政局已经变了 女生不用来上班了 从种种的这个状况来看 阿富汗是否真的有改变呢 好我们先带大家来看 甘尼他不只是否认他自己落跑 而且呢他还录了一段影片现身 告诉大家说他有多么委屈 好这位落跑总统加尼呢 他甘尼他现在呢 人逃到了阿布达比 这也是他落跑之后呢 首度的露面 他说呢他无意继续流亡海外 好目前他说正在谈判 希望能够回到阿富汗 但回到阿富汗之后 真的就能够平安吗 这或许啊时局随时都在变动 那么阿富汗现在呢 各地的民众还是到处的跑 街头上还是听得到枪响 阿富汗真的是所谓的 像塔利班说的战争结束了吗 还是呢美国离开之后 他们会有自己人的 不一样的阿富汗的内战呢 现在出现了两派 一派就是塔利班 支持塔利班 另外一派就是反塔利班的 好我们先来看 阿富汗各地现在呢 最近的新闻都爆出了 有很多的血腥镇压 的确真的有开枪 而且呢坦克车也开上街了 先前阿富汗声称说 他们绝对不会报复的 绝对不会祭救仇 但是呢这个塔利班的敌对者 塔利班分子呢 的确他们还是派出了枪手 而且呢就在首都 喀布尔机场的制高点 只要有人想进机场 想要翻墙逃离的话 他们就会开枪 而且呢开枪的很多民众 都是老百姓 所以呢很多人听到枪响 就开始疯狂的逃窜 而且呢有媒体报导说 一名才七个月大的小女婴 居然就被放在一个 蓝色的篮子里 留在了现场 直接变成弃婴 可能是在混乱当中 跟爸妈分开了 这里是逃出阿富汗的 唯一希望之路 现在却成了血腥炼狱 塔利班分子 站在科布尔机场制高点 持枪扫射大批 试图爬墙搭击的民众 众人狂奔夺子弹 不敢往前冲的老弱 不如蹲地躲在一旁发抖 见邪的不止首都科布尔 阿富汗东部大臣查拉拉巴 被塔利班掌控后爆发示威 民众高举黑红绿 阿富汗国旗 抵死不认塔利班政权 结果示威队伍遭到冷血开枪 至少三人死亡 而声称会善待女性的塔利班 也被直接当街枪杀一名妇女 只因为她外出 没有穿传统罩袍 我没法相信世界 在阿富汗逃到阿富汗 塔利班自制大外宣影片 采访街头市民 大在塔利班统治下是幸福城市 讽刺的是采访团队鹤枪实弹 民众在枪口下笑着流泪 也只能说塔利班的好 记者纵毫报导 塔利班是否对外说一套 对内又做一套 我们来看这位女导演 原本应该可以逃出阿富汗的 结果没想到错过班机了 后来辗转经过了很多的努力 才终于抵达了乌克兰 这是阿富汗第一位女导演卡里米 她在塔利班攻占了喀布尔的时候 曾经透过推特公开呼吁说 全世界帮帮忙伸出援手 因为她在逃亡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波折 这是她自己逃亡 边逃的时候边拍的影片 她很努力的冲到机场 结果呢 错过了班机 好 三十九龙女导演呢 她在推特放上了这个 逃离喀布尔的这个影片 获得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她也记录下 她错过了第一班的班机 滞留在机场的画面 幸好四处球员 最后她还是成功的 搭上了土耳其的撤离班机 抵达了乌克兰 这个卡里米呢 其实在阿富汗呢 是非常指标性的一位人物 她是唯一一位拥有 电影制作博士学位的女性 同时也是第一位 被任命为 国营电影公司总监的女性 那么最近呢 塔利班还要来悬赏一个人 这个画面呢 巴米扬大佛 这其实呢 是在好多年前呢 印象没错的话 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吧 当时呢 塔利班攻占了 巴米扬这个地方 他们就认为呢 这个大佛啊 是异教的偶像 因此呢 就用了坦克车 开炮 然后用了炸药呢 花了25天的时间 把这个玄奘 没错 就是呢 西游记的玄奘 曾经也到访过的塔利班 看过的大佛给炸掉了 当时呢 毁坏了世界文化遗产 让大家非常的生气 后来过了好几年呢 科技也发达的情况之下呢 有一对大陆的夫妻党 他们就利用光影的投射技术 把已经被炸烂的大佛 神还原 没想到呢 这个举动惹怒了塔利班 非常的生气 画面当中看到的影像投影 就是他们所利用高科技 做出来的还原 塔利班很生气 说要悬赏 这一对大陆夫妻的人头 而且是139万 今天据想中 世界遗产灰飞烟灭 2001年塔利班炸毁了 有千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 举世震惊 14年后 一对大陆富豪夫妇 带着团队从北京到阿富汗 用光影技术 重现金色大佛的雄伟辉煌 当地人欢声雷动 但这个形同打脸的举动 迎来塔利班追杀 悬赏他们的向上人头 每人5万美金 约台币139万 堪称大陆最有名的探险夫妇 张欣宇和梁洪 白手起家 成为亿万富翁 但他们却决定 变卖家产 出发探险 开帆船环球航海 开车 穿越中东战区 足迹走过全球 200多个国家地区 无数生命禁区 简直是拿生命去旅行 还拍成了节目备受好评 之前面对塔利班的追杀 两人一度神赢9个多月 如今随着塔利班上位 他们的人身安全 也再度成为焦点 记者 那么就在美国撤军之后 导致塔利班呢 攻进了这个阿富汗 现在已经占领了 喀布尔了 外界就担心了 台湾不能只靠 美国的保护伞 前新闻局长 钟晴就点出说 现在大家要借进阿富汗 了解到美国就是 以自身利益为上 是老大哥 也是侵略者 美国介入阿富汗的情形 和它后来撤退 那塔利班又回潮 这个我们必须先对它的历史 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也就是美国是 基本上是基督教文明 那阿富汗是长期的一个 伊斯兰教的国家 那当然我们知道 伊斯兰教它本身这个 内部也是有很多的派系 跟基督教是一样的 非常多不同的派系 那么毕竟当时美国联络了 所有这个北约的国家 那大部分都参与了 不同程度的参与 来以这个要反恐的名义 要逮捕宾拉登的名义 就派军队进入了阿富汗 那事实上就把那个时候 执政的塔利班赶走了 然后美国一手就扶植了 自己的亲美的政府 在阿富汗 那么一晃眼到现在20年 你想我请大家蒙心自问 在阿富汗人 伊斯兰教的这些人民 心目中美国北约这些国家 其实是侵略者不是吗 亲美的政府是什么政府 我们一般就叫它傀儡政府 所以拿回来和台湾相比 和台湾最可比的 不是它有没有驻军 当然现在美国 不可能在台湾驻军 它也还不敢 虽然美国非常想 在台湾恢复驻军 但是因为它口头上 必须尊重所谓 这个一个中国三公报 这个精神 所以它不敢越雷池一步 到目前为止 所以它在拉其他北约的这些 其他国家和亚太地区 东亚八竿子打不着的 把他们的军舰拉过来 这个自由航行之类的 种种就是军事挑衅 那么但是回到国内 我们必须真的仔细去思考 难道民进党政府 从二十年以来 也就是两千年以来 我们经过几次的政党轮体 美国人在不在后面 其实美国为主的这些 所谓的西方价值同盟 也一直都在使用话术 而且因为他们的软实力之一 就是他的对于文化 还有这个媒体的话语权 一向都是比较建立的比较好的 老大哥带着小弟的心态 所以日本一直是认为 他到目前为止 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他非常希望自己要 重新建成一个正常国家 美中台这个三边关系之外 其实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数 因为我们知道 日本他自己国内 他也知道从二战以后 是受到美国的钳制 等于说他不是能够 真的一个独立的国家 虽然他有自己的选举 但是从某个意义上 他比其他的傀儡政府 更像傀儡政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